中学时期的明星 原标题中学时期的明星 啥样沉和权势混融是长大 潘伟博像功夫熊猫除了少部分年少出道的童星之外 娱乐圈的大部分明星一出现在镜头前 就已经是长大后光鲜亮丽的模样 让人不由的不好奇他们的中学时期 是什么样子呢 您有像现在这么高的颜值吗 接下来我们就一起来盘点一下明星们中学时期的照片 看看谁全是毁荣是成长 谁入逆风翻盘颜值 随着年龄再增长越长 越好看系列伊林更新九亿少女的梦 连更新中学时期并没有现在这么帅气那时候的她 逼觉青色五弯没有展开 她标志性的帅鼻子也没有成长起来 看上去略微有点憨憨的乐长 越好看系列二盘韦伯不得不说 盘韦伯真可以说得上是逆风翻盘般的长大 中学时期的大连 加上这地主家傻儿子般的气质和发型 长得跟功夫雄毛似的 跟现在的拍帅区别实在是太大了 越长越好看系列三孙艾兹用着最特殊温暖的嗓音 诠释了许多经典歌曲的孙艾兹中学时期 也是小小丑小压抑感 五官不算很普通 但是肤色却不够白皙 掉到人群里没有一点心味 越长越好看系列四周杰伦中学时期的杰伦 没有找到适合自己的发型 这个发型暴露了五官的许多缺点 让她这时候的颜值 堪忧越长越好看系列五官小童 左四童星出道的关小童 在镜头下一步一步的 变得越来越好看随着她慢慢的长大 逐渐有了高挑窈窍的身材和漂亮精致的五官 一直很好看系列六张一星小绵羊 一星中学时期也依旧很乃很帅气 是牛奶般洁白细嫩的皮肤 是可爱的脸庞和甜甜的小酒窝 怎么看怎么萌 一直很好看系列七里一封左三里一封 也是从小帅到大的 boy 这颜值让她跟同学一起合照的时候 尤为出众 一看就是吃娱乐圈这晚饭的 一直很好看系列八 陈伟廷左二 佛爷陈伟 田野从中学时期开始就非常帅 五官跟现在没有太大的区别 是不过 气质稍显青色毁容 是长大系列九陈鹤之前提到的九位明星 要么就是越长越好看 像从功夫熊猫变成了攀帅的攀伟伯 要么就是一直很好看 像从小就是校草级别的李一封陈伟廷 只有咱们的陈氏吃陈鹤 由于管不住自己那张嘴 从中学时期的校草 变成了现在的胖娃儿 这就是发生的 感谢观看